忘了说啥了 又是一期网友定制 网友说了很久 说让我做一个iMac台灯 其实就是iMac G4 这个是我自己收的 我一直没想做这个视频 是因为这个机器特别难收 这个机器从2002年初开始 到2003年卖了两年 但是有个问题是 2002款是现在在市面上流通最多的机器 但是2002款是15寸的显示屏 15寸的屏是个4比3的笔 就不完美吧 所以我一直想要找的是一台03年的版本 就03年在15寸的基础之上 升级了一下CPU 升级了一下屏幕 然后就有了17寸的16比10的版本 然后这是我从南京的一个网友那儿收来的 它也是个通病 就是这个17寸显示器的面罩 时间长了 它就脆了 这个卡扣就会折 然后这个卡扣就掉了 这个往上拉 样子是这样 它有点发黄 稍微有点遗憾是吧 OK 咱们开机 它的BIOS可能也没电了 看 我赛 这光纯跟新的一样 这也太柔顺了 你看 这也太柔顺了 接下来咱们开刀 这是G4的主板 正好主板的电池到了 换上新电池 完美 好 现在我的底座已经拆出来了 这屏幕是LVDS加高压包的背光 这预留的屏线是完全封死在显示器的脖子里的 只能剪了 这一剪 iMac的原装主板可就不可能还原回去了呀 不但还原不回去了 这个是标准的一个EDP的显示屏到驱动版的一个线 但是很明显的是 无论如何 我也不可能把它穿过来 对吧 我怎么卷 它都不可能穿过来 因为你穿到这儿 这拐个弯你也过不来 对吧 这个时候 老张的聪明智慧就又起到效果了 你看我买了一个什么 叫散线 一边是EDP的标准接口 但是你看这边 它没风 看到没有 它是一串线 这有40根瓶线 这个懒应该是偷不了了 想想咱就头皮发麻呀 干吧 牛不牛不 先来给大家说说 我想要改装的屏幕的样子 原版iMac G4的17英寸版本 正好用了一块17英寸 16比10的液晶面板 我呢则找了一块尺寸比例 和它完全一样的次世代液晶面板 就是这块了 友达光电 2.5K分辨率 240赫兹的刷新率 100%P3广色域覆盖 PPI177就是这块屏了 原位置无损替换旧液晶 咱们峰回去之前啊 先试试能不能点亮是吧 亮了啊 原有的亚克力屏幕边框已经老化的不成样子 我自己设计了一个全新的无缝铝合金CNC边框 这是我CNC的一个铝合金的框 然后做了喷纱和电镀 所以它是现在苹果这个MacBook 就是它同样的颜色 同样的材质 但是咱们的喷纱的这个精细度不如人家啊 但是那个味还是应该有的 这么一搞完美 质感提升不少老伙计们 接下来就是主机的部分了 这个呢非常简单 但是我决定啊不用Mac mini主板的一个方案 iMac这么大的一个内部空间 放那么小小的一个Mac mini的主板 这不就跟单身和住别墅一样吗 没有技术含量呢 另外它也不好玩 大家先看看老张弄出了什么 再次进行 大家看看老张弄出了什么 这一切的小小铃 这个小铃 是这一切的小铃 这一切的小铃 这一切的小铃 我们去看看老张弄出了什么 rpg帅啊 RGB那都是洒洒水了 Mac OS最新版本的红杉树 你看咱这美丽的台灯2K显示器 驱动正常 高刷能够推到240赫兹 然后我刷到了红杉树的beta2之后 竟然没有AMD在Mac OS14下那种卡卡的感觉了 AMD 不但AMD 还有NV呢 你等我给大家重启一下机器 高潮就要来了 我先按一下这个特殊设计的次元切换按钮 就是这个非常非常醒目 刻意的 没事别乱按 会出事的 然后这时候我再按一下这个iMac的原版开机键 看进入Windows了 到底是个啥呀 这是双系统 不是说了吗 自带次元切换按钮 二次元的最爱 你看这显卡是啥 RTX4060 没事咱们还可以在这美丽的小机器上玩一把黑悟空 爽 搞了几个月觉得让他搞这个怎么做到的 我打开给大家看看啊 秘诀就在这儿 主机部分我用的是这个迷你小主机 因为我量了下iMac G4的内部空间啊 容纳ITX有点太极限了 但是你别小看咱这迷你小主机 配置非常的少见 这是AMD的5900HX 8核16线程最高锐频4.6GHz 这可是能超频的接近顶配的锐龙9啊 伙计们 并且这个优 集成了Vega8的最强版核显 你敢想 是AMD移动版处理器里最后一代支持黑苹果里最强的型号 选这小机器的另外一个原因 是它可以节省很多空间 这就可以让我塞下一块4060在它的机身里面 这么小的机身4060啊老伙计们 正好这机器还有双NVME插槽 一条装NVME硬盘 另外一条通过这个转接线直接接显卡 虽然只有PCIe3.0x4 但是配个RTX4060问题不大 所以你抬头往上看 我去这里边藏了个4060 对啊 OK然后它的固定 我设计了一个特别的横向固定的板 它是这样进来的 进来之后这个板会要从这再出来 我挖了个孔 你会听到咔咔一声 OK这个时候这个就完全的卡住了 直接固定好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牢固的一个状态 天才 顶部的这个9厘米的风扇 我换了更高风量的版本 还加上了RGB只要9块9包油 整个机器用的还是原机的风道 下进风上出风 充分利用了热空气自下而上流动的自然原理 所以咱们显卡的风扇也是倒过来装的 主机上常用的接口 我也都用延长线的方式转接到了iMac的IO的位置 为了保持这个白色外观的尽可能完美 胶水小王子这次换了配方了 咱们这次用瑞士胶的7766配方 其实就是用来沾马桶的胶 白色的完美 这个IO接口我也专门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就是神奇的次元转换开关 我想玩游戏了 摁到它 瞬间激活4060显卡 比如我需要进MacOS了 一拧回来 就直接用APO进黑苹果了 妙啊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显卡的开关 就做成这样的一样的 省了熊孩子对吧 这样来拍 它是一个锁死的状态 然后我从主板上引出了一个DP的接口 这样我可以接双屏 然后一个RG45的2.5G的网卡接口 两个USB3.0的接口 这两个洞是预留的 调试什么都可以用 这边是供电接口 分别是主机供电的19V 显卡供电的12V 和一个3.5毫米的耳机接口 这里还得外接个音箱 不需要啊 Regent 就让我们来看 请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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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